英皇艺人周丽琪,原名周丽琪,大包自己原来是很想喜欢她喜剧的,早前与真子大拍摄动作喜剧时便大过吸引,在戏中扮演丑角的周丽琪,还嫌自己不够丑,而且她更喜欢没有没有角色设定,任意发挥想象。 不过同样在现实中,周丽琪更喜欢没有设定的恋爱,喜欢没有设定的恋爱,所以周丽琪就可以接受先婚后恋爱,还觉得人生并非指向着这一个方向走,所以周丽琪这个名字已经是她的第二次改名了,冤名周丽琪,后改名周丽琪,而现在再改名为周丽琪,这三个名字也可谓代表着周丽琪的人生。 不过,这三个字,形象变了,声音没有变,名字变了,而她自己也跟着改变了。 过了39岁生日不久的周丽琪,暂时还没有拍拖,早早被列入黄金上远行列的周丽琪,面对脱单的这一话题,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。 周丽琪坦言,我看见过很多人认识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得很好, 两个星期就结婚了,一个月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。 圈中同样有很多人都是一样的,还是过得挺开心,例如子大哥和王师师也是一样啊。 这样挺好吧,周丽琪又继续说下去,结了婚再拍拖,或者是生了小朋友再拍拖。 不过以前我自己不是这样想的,现在觉得没试过也是挺好的,因为试过感情失败。 不是,人就是这样,见到人家就觉得挺好。 当然不是自己一定要这样,但是是不是可以前,不一定要认识一两年才结婚。 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,周丽琪直言她目前单身没有任何的包袱,反而是担心自己太爱习惯单身了,以后到了有人管的时候就觉得不习惯。 但是周丽琪也自知感情是积不来的,所以也就一直抱着隋缘的心态。 不过周丽琪身边的朋友就比她更着急了,事关周丽琪身边的朋友,一直时不时的向她介绍好人物。 所以连她自己也感觉到不好意思,吃个饭是没问题。 但是感情不适合就是不适合,第一眼就知道适不适合,那也不是。 朋友慢慢发展也会有的,但是我不相信一见钟情。 完成了动作喜剧电影之后,周丽琪又回归那地剧了,而且这样一拍,周丽琪又要离赶三四个月了。 周丽琪也坎言在那地发展的这三年里,自己是很幸运的。 周丽琪直言,一个演员去到一个地方,由人家不认识你,到欣赏你的作品,对我来讲是最幸福的。 那你三年赚了多少钱? 那又不是,可以生活,可以投资,给自己生活好点。 我只是会买楼,适合我这种普通付诸。 记者问到周丽琪手下有多少物业? 周丽琪直言,五只手指都竖得完,我不想讲那么多这方面的。 妈妈叫我的,做人要低调,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周丽琪的感情生活,也更希望周丽琪能早点有好消息传出来,早日脱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